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庆长江索道的南站 重庆长江索道是我国第一条自行设计制造 长江上大型客运索道 全长1166米 在桥梁稀缺的年代 对于拥有两江四岸地貌的山城重庆来说 索道运输是一种比较理想的交通工具 但是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 嘉陵江上的跨江索道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现在的这条长江索道也只用于观光了 可以说索道见证了整个重庆城市的变迁 那么这些年 重庆究竟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改变呢 就让我们坐上索道 好好地看看这座城 一起去探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 你所不知道的重庆 重庆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 所有山城之称 它为何又被称为中国桥都 国宝中的国宝牵手观音造像 经过抢救保护 跨越百年焕发新生 你知道这项复杂的工程中 运用了哪些现代科学技术手段 城市轻轨穿越居民楼 成为重庆独特的城市风景 市政规划建设 如何才能做到与百姓生活完美结合 你所不知道的中国 带您过江走山城 探寻你所不知道的重庆风味 重庆位于中国内陆西南部 长江上游 四川盆地东南部 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城市 在其8.2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 山地与丘陵占94%以上 东有大巴山脉组合 南有武陵山脉横沃 长江 嘉陵江 乌江等纵横期间 行路难曾是这里的最大困扰 而每天出门要乘坐索道 才能抵达江对岸 这样的经历 全中国恐怕也只有重庆 才能体验的 2011年3月之前 重庆共有嘉陵江索道 和长江索道 这两路空中公共汽车 虽然出行途中能俯瞰两江美景 但由于开放时间和乘坐人数的限制 人们的出行还是很不方便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重庆人开始重新规划起 他们的出行方式 那就是驾桥 参与了很多跨江大桥施工建设的工国军 亲眼目睹了这几年 重庆桥梁建设的发展进度 他觉得重庆直辖15年来 是跨江大桥建设速度最快的时期 96年人员贷款建的是 李加图长江大桥 那个时候是重庆的建设速度的话 是五年建一座桥 我们从2002年到现在 组成去建的桥梁的话 就有13座 按照最新的统计 38座是组成去的桥 90座也是跨江 跨长江和嘉林江 还有乌江 从只能依靠索道跨江 到桥梁数量和密度 远超其他城市 成为中国桥都 重庆在桥梁方面的建设成就 令人感叹 桥已然成为重庆最为典型的符号 而有着万里长江 第一条空中走廊之称的 长江索道 如今 每天仍要接待5000人次的客流量 这其中 60%左右都是外邻游客 他们坐所到 除了想俯瞰长江的美景外 更多的 则是想体验一下 重庆人出行的传统方式 与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相比 生活在两江边的重庆人 他们的出行方式 不但早已改变 而且出行速度 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2005年 重庆轨道交通二号线开通市运营 从此重庆成为西部第一个拥有轨道交通的城市 而二号线全线唯一的楼中站 穿越的感觉 不过观众朋友肯定非常想知道 究竟是先建了居民楼 还是先建了轻轨的轨道呢 像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 在穿越居民楼的时候 究竟会不会扰名呢 位于重庆市渔中区嘉陵新路 与桂花园路交汇处的离子坝站 建在一栋居民楼内 整个居民楼及商铺轻轨车站和住宅于一身 每天在轻轨站里迎来送往无数乘客的赵主亮 是杨家平中心站的站长 对离子坝站的构造 他是最熟悉不过的 我们的一楼到五楼是我们的商铺 然后六楼到八楼是我们的轨道交通区域 然后九楼到十九楼是我们的住宅 专家告诉我们 当年重庆轨道交通部门在设计离子坝站时 国内的地铁轻轨线路中 还从来没有穿窝而过设站的轨道交通线路 所以设计这个站点的难度是非常大 当时就是考虑到单轨系统本身的优势 才敢将轻轨站设在这栋居民楼内 那么单轨它是一个高架运行这个系统 对线路的适应性比较强 高架它是个交轮系统 它的噪音非常低 看过离子坝站的人都会误以为 是修建轻轨时遇到了钉子户 轻轨不得已要穿楼而过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据专家介绍 离子坝站与居民楼实际上是同时设计 同时修建的 因为无论楼房还是轨道 一旦其中一个新修建 要想把两者再次很好的结合 其难度是难以无量的 在技术上要采取站桥分离的 这样一种结构形式 支撑我们运行轨道的这么一个基础 和我们建筑的基础 我们分头来进行实施 所以保证了我们轨道梁的结构 和我们建筑的结构 能够互不干扰 对于山崇水富的重庆来说 特殊的地貌曾成为制约人们出行的最大障碍 但是天性火辣不肯服输的重庆人 硬是凭借着一股子闯劲将天欠变通途 最终又发展成为跨江爬坡 样样能行的轨道交通 不仅如此 今年来 重庆也在积极地推进高速公路 铁路等对外运输大通道建设 目前 重庆的高速公路总里程 已经突破2300公里 省计出口通道达10个 全面实现了4小时重庆 8小时周边 到了2017年 高速公路将达到3000公里 出口通道将实现翻番 达到20个 伴随着2011年3月19日 于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的全线开通 重庆更成为欧亚大路桥的新起点 如此更确定了它的大交通枢纽地位 到了2017年 重庆的铁路运营里程将达到2000公里 形成西埔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 道路的畅通 使得拥有山 水 林泉 铺 霞 洞等自然景色 和巴鱼文化 红色文化 民族文化 三峡文化等文化景观的重庆 迎来了更多五湖四海的宾客 作为巴鱼文化的发祥地 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重庆 对民间文化有着一种独特的传承和发展方式 在重庆的九龙坡区 有一个叫做走马镇的小镇 人们只要去那里走一走 就可以了解到重庆的古往今来 那我现在的位置呢 是在重庆市九龙坡区的走马镇 在明清时期 走马镇是成羽谷遇到上 从重庆前往成都的第一个歇脚点 来来往往的马帮和商人很多 因此流传开了很多的 有口头创作并且传承的民间故事 在这个走马镇上 可以说是家家户户都会讲故事 老人讲 男人讲 女人讲 就连小娃娃都会讲故事 在2016年的时候 走马镇的民间故事被列入了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走马镇上的民间故事 至少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 内容主要包括神话鲜化 风物传说 动植物传说 民俗传说和生活故事 在悠久的历史传承中 这些民间故事 仍在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 2008年 走马镇被命名为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2010年又被授予 中国取义之乡称号 每个月走马镇都会举办 三场茶馆故事会 镇上的男女老少得空的 都会去镇上的茶馆里 喝杯茶 听听故事 刘远洋 重庆走马民间故事 国家级传承人 他的肚子里 至少装着古往今来的 五六百个故事 虽然刘老已经78岁了 但是身体硬朗 思路清晰 用刘老的话说 以前走马镇有好几十家驿站 都驻马了客人 人多的地方都有龙门镇 把龙门镇收集 讲起来就是个故事 而现在每个月能在茶馆里 给大家讲讲故事 欲教欲乐 也是他最开心的事 我有两个老师 一个老师姓任 还有个老师姓福 任都是人民品种 福都是福老乡村 民间故事是来自民间 但我们要收集好的 取取招贝 取取精华 上世纪九十年代 由国家文化部 国家民委 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等主办编撰的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时 曾在这里 采录到民间故事目录 达10915个 记录民间歌谣 三千余首 燕宇四千余条 邂逅与俗语等 四千余条 如今 为了将走马镇上的 民间故事 进行传承和发展下去 人们不但将这些 民间故事写成了书 录制成的词带 而且还在利用 口口相传 茶馆故事会 学生课堂等方式 加以流传 就在人们用各种方式 来抢救发掘 这些民间文化的同时 在重庆的大族区 一项对世界文化遗产 大族时刻 牵手观音造像的 抢救性保护工程 也在紧张地进行中 现在在我身边的 就是距禁已有 八百多年历史 被称作是 国宝中的国宝的 大族时刻 牵手观音造像 从2008年开始 专家们经过了 近三年的前期勘察研究 发现因为环境 干湿交替和酸雨的作用 这尊造像 已经存在 34种病害的侵蚀 所以从2011年的4月开始 有关专家就对 这尊造像展开了 历史上规模最大 最科学系统的一次修复工程 目前呢 这尊牵手观音的 各项修复工程 仍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 开凿于南宋 纯熙至纯幼年间的 牵手观音造像 是我国最大的 即雕刻七层贴金彩绘于一体的 磨牙石刻造像 陈惠利 大足石刻研究院 文物保护工程中心副主任 从2008年开始 他就和来自祖国各地的 30多位文物专家一起 参与到大足石刻的 保护工程中 如今 他已经和这尊观音造像 朝夕相处了六年多 他告诉我们 这尊牵手观音造像 之所以能从南宋传承到今天 是因为历经了 人们的多次修复 而最近一次大面积贴金 则是在清代光绪15年 距今已有一百多年 至于人们 为什么要在一百多年后 对这尊造像进行 如此大规模的修复保护 那还要从2008年的 四川奔川大地震说起 当年 地震不仅给灾区 房屋 道路等建筑物 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也让亲手观音 这样的文物保护 变得迫在眉睫 为此 国家文物局把这项工程 列为全国实质文物保护的 一号工程 要知道 给不可移动的实质文物 做修复 难度是非常大的 光进行前期研究 设定修复方案 进行修复实验 专家就花了三年的时间 我们的组装和手 有很多残区 对于它的残区 我们经过了很多调查研究 比如我们对四川重庆 相互实际的 牵手观的一个调查 我们在去年还在三宫 和那个河北地区 对我们同类型的实质文物 进行了一个调查 然后根据调查结构 我们对牵手观音主封 残缺的手 做了一些虚拟的修复 2011年4月18日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根据国家文物局批复 联合大足石刻研究院 敦煌研究院 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 才共同开始了 对牵手观音本体的修复工作 此次修复工程中 也首次将工业X射线碳商 红外热成像 激光拉曼 三维视频显微镜等 检测手段 应用在了牵手观音造像的 勘查研究上 在修复过程中 有关牵手观音造像 表面的贴金技术 也是经过几次筛选 才将传统的大漆 定为金箔的回贴材料 同时 因为用了现代科技手段 进行探测 此次修复过程中 还有了些重大发现 牵手观音究竟有多少只手 一直到2009年的时候 都还有人说 它有1007只手 不过在这次修复过程当中 专家们应用考古学的方法 最终数出了 这尊牵手观音造像的 伙手的数量 那就是830只独立的伙手 同时在修复主尊造像的时候 还在这尊牵手观音 主尊造像的腹部 发现了一个暗格 最终在里面找到了 石砖提记 金箔残片 还有残缺的贴金手指 那么这些物品 究竟是什么人 在什么时期放进去的呢 造像主尊腹部的暗格 是在2014年4月26日 专家们对牵手观音造像 主尊的软弱夹层带的食材补配 做进一步探究时发现的 那块石砖提记正面背面均刻字 字为红色 颜色鲜艳 刻字中有乾隆45年四月曆提记 石砖上记载了乾隆45年 碎宁县中安里 一位名叫张龙飞的膳食出资 对牵手观音主尊 进行装金的事情 所以专家初步估计 暗格中的物品 应该是在乾隆45年的时候 放进去的 那个手指据我们猜测 就应该是当初这些工匠司 在对牵手观音进行维复的时候 可能发现有一部分脱落的手指 然后他就很随意地把它 放在这个暗格里面 有便于我们后来 比如修复的人 做进一步的考证 2015年上半年 牵手观音造像的修复工程将完工 同年6月13日 重庆大族区将作为 中国文化遗产日的主会场 到时修缮一新的牵手观音造像 将在那天再现800多年前的风采 此次的修复工程能顺利进行 是人们在继承古人传统工业的基础上 又结合了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才完成的 这也是今天的人们 对古代灿烂文明 在传承保护基础上的 又一次创新与开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能包含你 就像过日子一样 红红火火是和和美美 这个红红火火和和美美的日子里头 包含着人生百态五味杂陈 只有这火锅它包容性最强 让众口不再难调 重庆人爱吃火锅 同样对火锅的口感 也是最为挑剔的 在重庆最受本地人喜爱的 还是那种口味没有经过改良的 老土火锅 陈美山 重庆本地人 早年在新加坡工作过二十年 二零一零年 陈美山回到自己的家乡 开启了老土火锅店 因为受到重庆本地人的欢迎 他只用了三年的时间 就开了十七家分店 店铺生意好的时候 客人要提前一到两天才能定到座位 来到重庆啊 最不能错过的恐怕就是火锅了 2007年重庆正式被中国烹饪协会 授予了中国火锅之都的美誉 足以可见火锅在这个城市的 举足轻重的地位 那今天呢 我们也是特别挑选了一家 非常有特色的重庆老火锅 坐在我身边的呢 就是这家火锅店的老板陈姐 陈姐你好 你好 那我想问一下陈姐 重庆火锅的汤底啊 据说很有奥妙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什么秘诀吗 好的 那么首先呢 我们重庆火锅它 对食材的要求 它相当严格 比如我们选料这些 我们对人的那个辣椒啊 花椒啊 油啊牛油这些 相当的烤旧 再加上我们的祖传的配方 要想知道 老土火锅 为什么味道那么鲜美 其中的奥秘 就在火锅店的厨房里 因为在那里 厨师们每天都要进行 一项重要的工作 那就是提炼老鲁 加了老鲁的火锅底料 颜色更鲜艳 味道更浓厚 麻辣鲜香更好吃 老鲁不能和其他油做比较 如果掺了其他油的话 我们这个老鲁它做不出味道来的 而且我们这个老鲁它是经过食品 卫生级监督检验过的 我锅表现了中国饮食之道蕴含的和谐 以彰显出重庆人骨子里的固有性 蜡至极致未浓到极致 它就像是热烈豪放的重庆人 而作为我国最年轻 也是中西部唯一的直辖市 能代表重庆明天的又何止火锅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迷人的夜景一样 让人赞叹 令人神望 好了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谢谢 你越远去解开 尘封的记忆 残风风雨雨 我处处寻放你 一段段来解读你 不老的秘密 多少感动令人难忘 我处处寻放你 不老的秘密 多少感动令人难忘 多少精彩让人照明 中国故事 中国美丽 长江荒座 深州万里 中国故事 中国美丽 每一个角落 都留下 追梦的足迹 足迹